好,謝謝主席 我們,李主委要不要喝口水 我們請李主委 喝口水也可以 好 好,官委員好 主委今天不但很中立啦 很客觀啦 而且剛剛甚至於說你對這個 高雄市選委會深具信心都說出口 這個我比較疑慮 來,我不具信心 這個利益衝突這個案 大家都看到了嘛 有沒有依據 這種疑慮 有沒有基礎 我帶來確鑿的證據 高雄市選委會嚴重的 選務不中立 來,我們來看看這整個過程 本席調閱了 所有的公文資料 你看12月27號高雄市選委會 他就對中選會來涵 他問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 未滿一年 不得徵求提議嗎 未填寫日期或非本人填寫日期 是無效嗎 統一填寫明冊日期 將導致公務員登載不實嗎 他來問了 結果中選會四天之內給他回函 告訴他說 未滿一年可以徵求罷免提議 因為我們是一年以後罷免 然後在這一年提出罷免案之前 你先徵求連署 你說可以 第一時間就回答了 第二個 未填日期非本人填日期 都不會造成無效 好 日期統一填寫也不會造成公務員 凳在不實 我們中選會也回答了 結果呢 不死心 接下來我們看到1月3號 再來問一次 提案人的基本資料跟簽章欄 不是同一個人填寫有沒有問題 其實他們都知道沒有問題啦 但是他問了 然後日期又拿出來做文章 沒有依規定的格式 沒有用填寫的方式填日期 有沒有問題 然後又再問一次 前面你們已經回答過的 領嫌人在市長未就任一年 就填造明冊有沒有問題 前面已經跟他講沒問題了 他再問一次 好再問一次 中選會馬上又是四天之內回函 說本人簽章就有效了 重點在簽章嘛 對不對 剛剛主委一路也是說重點在簽章嘛 好 所以領嫌人在市長未免一年填造 一年後提出是可以的 再回答一次了 然後日期欄是不是要填寫 不是判斷的要件 又再告訴他一次 再與行政指導 沒有問題回函了 結果呢還是不從 再來在1月15號 又再提出相同的問題 提議人基本資料跟簽章 不是同意人所填啦 沒有一規定格式啦 沒有用填寫的方式寫日期啦 領嫌人在市長未就任一年的時候 就填造明冊啦 這個跟前面的公文所問 一模一樣耶 兩個公文一模一樣耶 你看1月3號問的就是1月15號問的問題耶 一模一樣耶 三度再問 好我們來看 我們又再度回函 告訴他都有效 所以我們統計一下你看看 他總共來問了多少問題 好重複問 未滿一年不得徵求提議或填造明冊 12月271月3號1月15來問了三次 然後有關日期的文章 沒有一個是填寫的啦 填寫的日期這個這個這個 沒有用填寫的啦 你看連續也是來三次 都再問三次 然後提案人簽章不是同一個人所填 他也來問了兩次 然後日期再做一次文章 再問一次 不斷的問不是處心機率是什麼 已經回答了還一問再問 不是心有所思 又是什麼 不是有所圖謀又是什麼 好我們看他最後怎麼做 我們回到前面這一頁 我們回到1月15號他的來函 1月15號 在中選會已經清楚的回答 都不能當做無效的時候 回答兩次以後 他最後照策來的時候 他把中選會認為有效的全部還是當做無效 然後總共扣除 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四個連署 讓他變成不合格 把兩萬八千五百五十二人 最後扣到變成一萬三一萬七千三百三十八人 然後他的結論是什麼 他的結論說 第一階段連署無效 沒過關 把罷涵的第一階段抗命的方式做掉 主委 抗命啊 中選會 所做的法律解釋 所做的行政指導 一而再再而三不予接受 一而再再而三的予以挑戰 最後還抗命 照樣當做無效 把有效的照樣當做無效 然後把罷涵第一階段做掉 公文就這樣送過來 這選務中立嗎 中立不中立啊 主委 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你很難表現 我說明一下 你很難表示啦 不會不會很簡單 我告訴你齁 我們來談利益衝突迴避 我先把剛剛委員所講的齁 高雄是選委會的立場 我站在中選會這個位置上 我要充分的理解 你就予以尊重啦 我知道啦 不只是尊重 但是社會的 社會看在眼裡就是這樣 他們站在高雄這個地方 其實正方反方 都給他們很大很大的壓力 他必須要非常審慎 對 所以他要很審慎 可是問題在於 最後他所做的統計 把中選會所有的法律解釋 全部置之不理予以抗命 然後全部予以刪除嗎 重點在這裡 可能我不認為他是抗命 是啊 他有很多的這個疑問 他有很多他自己 他這個疑問也許是要對 某一部分立場的人 要有所交代 好 好 你來了 你把中選會當做很軟弱 你不能夠依法行政 而是要給各種立場給予交代 這糟糕了 好啦沒關係啦 我知道你很難回答 你在這裡想要表達中立啦 主委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給社會公平 我一定要跟 我一定要做高雄市選委會 強有力的後盾 對啊 我要協助他 可以抗拒外界任何的壓力 可是你要站在人民的立場 督促他要行政中立啊 所以他提出的這些疑問 是社會上是有一些疑慮的 沒有錯 我要支持他 我要跟他講說 這樣是對的 那樣是不對的 所以當我有這麼一個指示下去的時候 你要佔用我的實驗 我知道你的立場了 他沒有抗命啦 他不敢抗命 這就是抗命 因為他最後真的把他做掉了 送過來 沒有啦他沒有抗命 他是疑問 當然你說的 你說的最後 當你們最後勾選 讓他成立以後 他沒有抗命 但是這個公文 他顯然把你們的法律解釋 置之不離 好現在問題來了 到底利益衝突迴避案 會不會成立 我很悲觀 很難成立 基本上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 法理上 市長本人或者是政務副市長 他們來兼任這個主委 在選舉連任的時候 也有這個問題啊 你現在如果說這個案 他要利益衝突迴避 那是不是選連任的時候 全部也要比照啊 對不對 有這個問題 但是事實上 法律沒有這樣規定 好 第二個 政務官要隨首長離職 是慣例不是法定 所以你因此要去說他是關係人 有利益衝突 事實上也不是法定 而是什麼 而是政治倫理 所以道德 而不是法治 所以本席比較悲觀 要利益衝突迴避成案 我是悲觀的 主委 我相信你今天在這裡 你也 請向於 不讓大家有期待啦 對不對 好 我們依法來認定 對 依法認定 我是比較悲觀 好 現在問題來囉 重點在最後了 我們可不可以藉由行政指導 來讓他行政總理 可以 為什麼 我們也請社會大眾放心 你們只需要做到一點 就是把他現在的疑義 查詢單的問題 查詢單有法律漏洞 我如果認為是偽造 我發函讓當事人去澄清 那當事人沒有回函的時候 怎麼認定 關鍵全部在這裡 關鍵全部在這裡 我們馬上會跟地方來進行協調 我們的法律規定是什麼呢 是 那我們就 本於職權予以認定 天啊 空白授權喔 百分之百由他予以認定喔 這是法律規定的文字喔 這個法律漏洞 法律漏洞 那怎麼辦 你的行政指導要出來 本席要求 第一個 舉證責任在誰啊 沒有回函是要當作默認 還是沒有回函就當作指控 沒有回函就表示說 欸 搞不好喔 他真的是 別人偽造喔 這個牽涉的法理 好 牽涉的法理 很多 你是要做 這是真的 的基本假設 還是先把它認定說 這是假的 基本假的 如果你認為這是假的 你要舉證來 證明是真的 那舉證責任變成在連署人 你不回函 我就認定他無效 可以做這種舉證責任的逆轉嗎 可以這樣剝奪人民的公民權的行使嗎 本席認為絕對不可以 不會因為沒有回函而進行認定 不會 欸 沒有回函進行認定是法律啦 不會認定 不會進行認定他是假的 對 不會認為他進行認定 好 你現在的行政指導又出來了 我就是需要這個 是 不會 中選會主委今天在這裡宣告 沒有回函時候本於直選所做的進行認定 不會就認定是無效的 不會進行認定 是假的 所以舉證責任在官方 好 那請大家放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個表 來 這個表呢 是統計表 就是你刪除的統計表 我們刪除的統計表 你依法要刪除的那個空白的統計表 來 快出來 對 這個表 這個表呢 是法定的可以刪除的 必須刪除的 我們有個統計表 那麼剛剛 剛剛 我們談的 如果沒有回函到底是不是屬無效 他非法定 這非法定 沒有在這個表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你們這個支援小組 在行政指導的時候 要責令高雄市選委會 讓他們知道 將來他做統計的時候 這個表之外 他認定無效的理由 跟案件數 必須細緻到分門別類 把他奴獵出來 由你們來處理 就像是當初 他們送上來的案一樣 好不好 我會請我們的召集人 就是我們副主委 而且最重要的重點 各個細節 最重要的重點是 本習在這裡很清楚的認為 人民的權利 不能夠要求他要再做一次連署 再做一次舉證 然後呢 不做舉證就給予剝奪 人民的權利不能舉證責任逆轉 人民的權利要用默認原則說 你如果你的發函必須是假設 你如果認為是被冒用的 你來指控 你如果沒有回函 我們就當作這是真的 你要這樣處理才對 你要假設為真 然後你說他偽造的舉證責任 是在官方而不是在連署人 重點在這裡好不好 這個是你們行政指導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最後本習相信 最後關鍵點在這裡 他要發多少函 他大量給你發函 然後說沒有回函就是無效 怎麼辦 國家會陷入混亂 但是這一點 你們趕快先在法治 你們協調會的時候 行政指導的時候 第一次會就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讓社會知道好不好 這是重點 好第一次會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好謝謝 謝謝 謝謝管碧玲立委 我們請吳清明立委質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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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